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觉得真的你们是要娱乐至死啊 对吧 就是是不是中国人民日子都真的过好了 我今天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端口上娱乐为主吧 对吧 大众都在娱乐 我就觉得那我假想你们应该生活都过得挺好的 对吧 但是难道说中国现在没有受罪的人了 没有穷苦人了 没有这个社会阴暗面了 没有需要拯救的了 我怎么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大笑 看着人做这个搞个综艺啊 什么弄个什么 似乎这个社会气氛啊 真的是歌舞升平哎 娱乐无尽区 就是你80年代我们喊叫读书无尽区 你现在是娱乐无尽区 你可以把你直接的拍的录像小片图片放到最置顶的位置 你尺度再大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你要是别的领域的那就坑雷进区就太多 所以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讲 从吸引老百姓眼球 并且要让他们不烦恼的角度来讲 只能放偷拍了 所以就是卓伟是人民的大救星 也是很多部门的大救星 经常我听到有人说 最近这个批政府批的太厉害了 这个这个这个负面新闻他里 要不放于娱乐的 上点朝阳听众是吧 冲一冲 所以干什么的人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正义的理由 你比如说过去他们讲这个卓伟是娱乐圈纪检委 我觉得后来我看这个卓伟有一次说 给自己找理由 说你看明星他讲的也不能说错 你知道吗 他说明星有商品属性 既然商品属性 你就不能欺骗消费者 对吧 所以我说他不是娱乐圈纪检委 他是娱乐圈纪检委 娱乐圈消协 娱乐圈消协会 对这个说的 对吧 真正的消协也没起到作用 对 我觉得三具清安事件里边说 消协都是负面形象 对 反倒卓伟老师消协 相比起卓伟的这个消协 我觉得另一种消费品呢 恐怕比明星这个商品的消费品 更让你觉得人命关天呢 是吧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 我就说这个朋友圈啊 我朋友圈当然没有卓伟这样的人了 有这个李静这样的人 你看你不变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回到这了 急我了 因为今天的话题是来自于你 我原来不知道 我那天一看李静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们三联生活周刊的 我平时很少发了 这你有作证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事情挺值得大家去了解 去反思一些事情 而且是没人关注 勾成 勾出来了 把这个事情有 对 就是让人想到 就是有一个父亲呢 出狱了 这个父亲呢 坐牢坐的挺有意思 就是说 坐了五年牢 然后他说呢 一般来说 任何一个坐牢的人 在里边都争取减刑 他在五年坐牢期间 他是坐满了五年行期 从来没有要求过减刑 而且呢 他也抗拒劳动改造 所以呢 说这五年坐牢啊 好像是在广东那边的什么 看守所和监狱里 就是说 那很多时间 他就是一个人关着 一个人关着 就是说24小时开着灯 就说这个人都已经有点时空 有点混淆了 他做的 他为什么不要求减刑 这个人呢 是叫什么呢 叫叫郭丽 是一个结石 三聚清安 那个结石宝宝的父亲 你看我们可以看看 他这个图片啊 就是这个 这就是他 哎 这个人还是个搞同兄传义的 是 所以说呢 在美国那边情况也比较熟 你看他是当年呢 这个 因为2008年 这个数十万受害者代表之一 因为跟涉事公司的赔偿谈判 被捕入狱 你看这是他在牢里画的 他坐牢期间 他老婆也给他送去了离婚的这个协议 就就离 离婚 他现在出了狱啊 想把女儿的抚养权呢 抢回到自己手里 这是他在牢里画的妇女二人 当年他的罪名是敲诈勒索 然后呢 2014年7月郭丽刑满出狱 最近2017年4月7号 他终于被改判无罪 这李经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对 他呃 因为是我一个同事去采访的 然后呢 采访完了 他就说一大堆感受 非要跟我来来讲一讲 什么感受 呃 他的 咱们先说案情吧 他的感受也会比较 好几个层面的 先说案情 其实这里面呢 简单的说就是 他因为 女儿喝了这个 这个奶粉嘛 是一个 这里面有很多很 很有意思的 我当时就很奇怪 我说他是一个同船 按说收入也很高 而且是一个高质阶层 那么我们都会觉得 喝了这个 这种有问题奶粉的 应该是收入啊 或者是家庭条件 是一般的 我说为什么他这种背景呢 会 这种奶粉 后来这里面还有一个蹊跷 是什么 他说他喝的这种奶粉 现在也都公开了 叫叫 石恩嘛 石恩 石恩他们当时在国内宣传的时候 说是 原装进口 原装进口的奶粉 后来呢 这个郭丽就是 因为他外语好嘛 他到了美国取证 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复杂故事 发现这个国内的奶粉 跟人家根本一点没关系 他是假冒的 所以他 他真的是以为是国外 纯进口 他才去喝 喝的女儿 才得了这个 也是得了这个结石嘛 所以他才会有索赔的这个行为 索赔第一笔 好像也还赔给他了 然后第二笔是公司主动邀请他 说咱们在 在进行 在进行第二轮沟通 然后他是提出了三百万 三百万 我问我的同事 因为我同事采访的 我说他没有觉得 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 你三百万是一个 根本达不到的一个目标 你想 很多人被冤枉抓了 错判了几年 那个 前几天不说的 那个儿子被杀的 那个被枪毙 那个国家赔偿 才赔了二百多万吧 我就说你这个按照常识 他怎么 他怎么会同意你赔三百万呢 但是他就说因为这个国立是 因为他学外语的嘛 他就觉得国外很多这种案例呢 我告个可口可乐 我告什么 美国会给你赔赔 恨不得上亿 上亿美元 他可能有点就是 咱们想说 太天真了嘛 所以他就觉得 我三百万要的很正常 那公司同意了 实际上这时候呢 他是公司就是有一个 钓鱼执法的这么一个嫌疑 他实际上已经开始 就告他是 敲诈勒索 然后我再说 我要赔你钱 我赔三百万 你来谈吧 他是这样一个过程 哦 所以最后是这个 这个公司 又骗他 这个公司报警了 对 报警了 最后公安把他抓了 他是公司呢 先做了 等于是说白了 是做一个局 说咱们俩来谈吧 然后报警 然后他呢 就如约以如约去付这个谈判 谈判呢 这个公司不就正好取证了吗 说你看他来敲诈 三百万的敲诈 是这样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环节 是什么呢 他太太据说还是一个空姐 是还挺漂亮的 他太太在这个过程中 做出了对他不利的一些证据 然后这也很微妙 说女儿身体没那么坏 我因为他肯定要赔偿的时候 会说我太太的精神上 也受到了一些损害 女儿身体上受到损害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三百万的赔偿 后来他拿了一大堆的一麻袋的称就发现 看了卷宗才发现 他太太当时是 等于是给这个奶粉方做了一个证人 说没有这个他说的这个情况 所以是对他很不利的 然后那这一层情况呢 他不太愿意谈 他可能还是 毕竟是夫妻嘛 然后就是只是说他太太 有抑郁症啊 或者是太单纯了 太天真了 他不太还不太愿意去说 我在你发的这个报道里 我看到当时好像是有一个 就是说 是不是他曾经跟这个诗人公司啊 达成过协议 就是说赔你四十万 对对 然后呢 但是是不是他也同意 就是你不能再申诉了 结果呢 他后来又上了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对北京台的一个节目是 那这个我不太懂 这个这个协议是个什么性质的协议呢 是不是就是说 你要是咱达成协议了 我给了你这四十万 你要再闹 他是不是 那个公司也以此为理由 就是说你那就是敲诈勒索 这部分好像我具体的不是很了解 但是就是说 这个三百万是因为 他就提出了 是公司主动提出来的 说我们可以再谈 然后他就去了 针手公司其实是在 跟他说 发出这个三百万的邀约的时候 就是已经要报警 已经报警了 就邀请他来 就是为了取证 这里头有可能有其他的蹊跷 首先说那个 就是第二次再索赔 会不会犯法什么之类的 这个法官的判词里面已经说了 就是他即使第二次再去索赔的话 这也是民事问题 只是说他不满意以前的数目 你可以反诉他 对吧 他违反了约定去上电视台 你可以反诉他 你不能够形成一个敲诈勒索罪 这个罪 这等于说不是刑网释放 直接给 是直接给否定了那个罪 第二个呢 就是他为什么给弄进去这种 我觉得除了这个厂子自己 愤愤不平之外 也许会有其他的 比如说 他是一个 他实际上是一个 那个维权的 这个群体的 我觉得积极分子和代表和头 当时呢 是大家弱者抱团嘛 我就记得当时的新闻 实际上是叫组织化维权 我当时第一次知道了一个词 叫组织起来维权 而维权律师呢 在帮他们 说你们来集体诉讼 我来帮你们打官司 当时的策略 我觉得是分化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守恶者必办 什么协从者不论这种的 就是我觉得是要把这个 组织化维权的 这个打散 我让你领头的呢 我给你用一个办法 让你进去 其他的人就好办了 就不敢了 其他人就好办了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原子化 就是这个人 你单个的人的时候 力量是非常弱小的 对 你组织起来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这个我有关部门 对组织化维权是高度方范 而你原子化维权 其实就是上访嘛 打官司嘛 其实你动摇不了 这个你的力量 形成不了合力的 所以我觉得是 首先把它给敲进去 是一个一个目的 至于说这个企业 有没有配合 或者说双方 是不是有这个阴谋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对吧 但是如果你刚才说的 我主动给你谈三百万的事 然后把你给调进去了 那这个阴谋 就是有可能成立的 所以啊 这个里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 当然今天 他这个私人公司的奶粉 是什么状况 咱们就不了解了啊 也许有所改进吧 但是在当年审这个案的时候 他利用他同声传逸的 这个身份呢 他好像跑到美国去调查 就是这个也很奇怪 也的确有一个 施恩的这么一个 好像是美国的这么一个公司 是这个广东的 这个施恩公司的股东 是吗 但是呢 他又觉得 好像到美国就发现 找不到注册的地方 就是这到底有没有 是个壳的一个公司 假外资 谁假外资 我觉得是有可能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取下广告之后 我们讲这个河北这个坑 最后这个礼经都讲到了 就说是不是 咱得有点信仰 有时候我都 我都回归到这个层面上来想 虽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有时候我都觉得 哎呀 是不是我们要回归到 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些 一些 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吧 我们不做 咱们说老话说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都觉得现在人都 至少敬畏一点什么东西 一点都没有底线了 就没有界限 真是这样的 但是真的会有报应的 你相信 我不是相信 我 咱们不是科学院的 但是我在我身边看的所及 真的是太伤天害理的 因为你知道吗 这并不见得是个迷信 因为物理学上呀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你知道吗 就是你有一个力作用于他 就好像就是说 你看 比如说潘财夫 好像我呢 干了一件对他有害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 他难道不恨我吗 我就说最简单的 对 他难道不恨我吗 他恨我 难道这个30年喝东 30年喝西啊 有一天的机会啊 会 会赚到这个达康书记那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就你 哪一天他 有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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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因为你也有有弱点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 包括我自己 我也有我记恨的人 我还在等机会 你知道吗 君子报仇 十年不完 就是 所以我 我就说啊 他这个最后会有这个报应的 不可能的 你把我孩子弄得甚结实了 你以为 这就没事了 这 怎么可能呢 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 我的同事跟我来讲的时候 当然有些东西他也没法写到纸面上 当然就是他给我讲的一些细节 让我感觉到就是在中国 你知道吗 大家因为 确实他刚才说的是一个群体 就是这么多 当时都义愤天鹰的嘛 对 都觉得你看我的孩子 你坑大人也行 大人就这样 你怎么能坑孩子 那时候都是这样的特别一个想法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这个群体就分散了 可能就只有那么几个代表 为什么大家就觉得 我跟你耗不起 你赔我点钱就行了 所以很多人又不理解过力 说你图什么呢 你让人家钱也赔你了 你为什么这个女儿还小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陪女儿 甚至包括他的家里人 都不能理解他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不能理解的这么一句 然后通常说 我实在是不能喜欢他 因为他太偏执了 他私下里跟我说 说他 他不是接受另外一个采访 他说我没有要感谢人 都是我一个人 实际上可能律师也在帮他 家里人也给他支持 毕竟经济上 说他弟弟对他很好 但是可能从结果来看 他就因为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就跟我的同事说 我说可能这分两方面讲 一方面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性格 特别硬的人 他不会坚持到底 我就回到我身上 我可能最后也放弃了 我觉得我宁愿去 比如说拿这个 大家觉得相遇无事 我陪孩子 另外一方面 我想任何一个遭遇了 这样九年遭遇的人 他性格 他不可能在他身上没有发生作用 你让他做一个平和的人 像曼德拉那样的 我觉得太难太难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能理解 他为什么就在常人眼里 变成一个偏执的人 另外我就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说中国 我记得以前采访过 那个陈希盈的女儿 就是咱们鲁兴先生批判的 那个陈元 对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人啊 不讲是非 嗯 就是本来这是一个 大是大非问题 我这样坚持 我是一个英雄 但很多人只讲利益 不讲是非 别人都觉得 你差不多就行了 干嘛呢 你都收那么多钱了 因为很多女儿 都收了两百钱 对啊 你还图什么呢 所以现在其实 他女儿跟他见的就很少 在他这个市里边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政府 或者地方政府 是占哪头的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放弃了这种诉讼 说你给我一点 我就这么忍气吞声 就算了 他跟国外很多的这种 像日本 像台湾那很多的维权 他们可以组织起一个基金会 或者一个公益组织 来一直追着这个企业来做 那政府呢 会帮你成立这个基金会 或者政府来帮你 做一个仲裁的角色 那实际上在那几年的 就是中国发生此类的事情的时候 地方政府 往往是被企业给绑架掉了 就是直接就转成了老百姓 跟地方政府的矛盾 把政府给暴露在枪口呢 而政府也傻乎乎的说 哎不稳定了啊 我得压一下 他实际上就把这个难题 从政府那接过来 自己去得罪人去了 最后呢 你损失的 因为他是有强力政府 那老百姓可能很多就妥协掉了 他有其他手段分化他们 那但是损失的实际上是他的 我觉得合法性啊 他的形象啊 公信力啊 那这里边这是一个扭曲的 一个三角关系 对 而且呢 这个事啊 所以说声了呀 都是累 不是说声了都是复杂 就是你看 往往一个人报道出来 我们大家都同情他 就说 中国就缺乏较真儿的人 这种维权就缺乏较真儿的人 但是你知道 我也同意你说的 真有这么一个人在你身边呢 你跟他够呛 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一些人呢 他这个较真儿到毫微米的这个程度 对不对 对 你比如说我父亲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他工程师出身 他就有时候跟这个商店里就永远搞不清楚的 一斤就一斤 一两就一两 多半两你也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周围的人会搞得没法弄 因为中国的这个国训是差不多就行 对吧 对对对 好 比如说好 大家说一般三聚清安这个 就赔几万块钱的 说您的赔40万了 那你就讲不讲 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而且呢 你看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今天有的食品安全专家就讲了 这个食品呢 他你不能说零风险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说零容忍 为什么 因为今天他们说你拿一个汉堡包 那可能是河北的猪肉 河南的蔬菜 山西的面粉 甚至是全世界的 甚至是南非的原料 法国的原料合成一个食品 而且呢 化学你要去检验 嘿 什么微量元素 什么没有啊 就是因此你只能说啊 不符合国家定的这个标准的 那么你作为这个公减法应该零容忍 你超过你 你比如三聚清安 你超标了 你就零容忍 但是呢 也的确现在出现的另一方面 你比如说像那个娃哈哈那个中清后 他们就是两会上不也就是说嘛 说我们就娃哈哈 因为跟很多网上的网络谣言 最后使得他们亏损几十亿 有些那个父母亲爱人 最 那种 标题 千万别吃哪一种 千万别吃什么 现在呢 也有的企业像肯德基就是一下吧 好像是上十几个 比如说说肯德基什么都是六个翅膀八脚腿 专门养出来的 你知道吧 他也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啊 是所有的人都精神 今天互联网 就是甚至有人职业性的造这种谣 就是说哎某个产品不成了吧 然后呢 我给你删铁 你给我钱呢 我给你删铁 所以这个里面你要深入看呢 又有很多复杂性 还有竞争对手造谣的 对 我们这些做企业的 现在发现里边门道了 因为有些小自媒体 是专门收钱黑别人的 还有个造谣别人的 这个现在这个正在风口浪尖上的 一个出行的一个公司 网约车公司 我跟他们这个人在聊 我说你们要破产了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你看这个人说 这个什么什么公司 据传六月份宣布破产 哇他花好多钱来来来来 屁这个谣 而且还要去一边去告这个自媒体 还要去买其他的自媒体 就是我要反击啊 我要反击 一个是我没破产 就是你那边出事了 就是这个各种小自媒体 就是失去了 就它不能叫媒体 我就失去了媒体的原则 和节操和这些东西 全都成工具了 一切都是工具 最后变成以谣言怼谣言 我觉得肯德基那个被人造谣的机会 也是有的 实际上 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儿就它变一切都变成了 变得好像很很混乱呢 就是而且尤其是在今天这种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形式下 但是当然我又觉得这个三聚清安的这个事情是可以是非很分明的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不分明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看就说让这个郭利啊 就是要要要要干嘛 要这个值得点人情世故什么的 其实我就觉得如果是奶粉 让孩子胜利都长了结实了 我认为你的企业赔到破产没有什么关系 就别开了 这个 我就是不能理解 我就是不能理解 包括说那个盛坑的事 我就说如果我 你看就是比如说 就就即便是那几个村民干的吧 他排着屋 你说他的利益能有多大 就是说他赔了几辈子他也赔不起那个钱 可是他造成的损失啊 现在动不动是几亿才能治好的 可是我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这个排屋的门槛提高 就是你一旦让他心里有个弦 你一旦做这个事情 你就不光是倾家荡产 可是你一辈子都在监狱 让你知道这个行为是有有多严重 我就说为什么 我就觉得在中国生活有时候有一种很魔幻的 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那个空间很小 你很多事情啊这个不会啊就会惹麻 有的时候就觉得空间很大 你随便吵红灯吧 你红灯那个亮了 你走也没人管你 可是在美国虽然说 有时候又觉得这是一个自由国家 有时候觉得的边界很窄 你不能在网上乱发 乱发要是被人告了 你这个你就是吃官司 你就死定了 对他们有方面那个边界又特别特别的明确 而且大家都严格的在这里面 你如果你又知道你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去诋毁别人 或者你去比如我就说像我记得小说 也不是小说就是有一个 是不是获过一个奥斯卡的一个电影 是朱利亚罗伯茨演的一个妈妈 她就怀疑那个井水阶的孩子 是那个我可能记不大清的 她不就是采样就讲一个妈妈 怎么去执着的去告那个厂 那最后就是一个天价的一个赔偿 但是在我们这为什么 我就觉得有关部门 为什么不树立这样的一个样板呢 就是告诉那些企业 你这样是这个代价是你付不起的 所以你不要去尝试去付这样代价 而去追的民间 我要鼓励你啊 这不是代替你政府去来进行一种管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打压这个民众呢 有时候我都不太理解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思维 我跟你说啊 就是是个管家思维 真的 别出事就行了 现在他管家 我那天你爱看人民名义 那天我们还在聊呢 我说这个 你比如说西方要拍一个纸牌屋 他就是想干什么 做到极致 对吧 但是我们的一个导演 我们得考虑 哎弄点年轻人的戏 吸引点年轻观众啊 或者杂货 你中国这个 所有的这个这个上层建筑 你就看吧 我觉得是个大管家的思维 比方说 哎呦 那要是全赔到破产了 咱们这个奶业 地区的经济支柱 这个怎么办呢 对吧 这是个这个 企业的这个税收啊 什么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最后就变成啊 就是家长式的战 你也你也打两板子 你也打两板子 他就是一个治理模式啊 就是他他最重视哪头 就看哪头最他权力伤害最大 就是在三聚清安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说高压维稳 让他们进去 把这事摆平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维稳一票否决制 你这个地方出事了 一把手干掉 那你地方企业出事了 一把手不会干掉 那他一定是最重视维稳这一块 我其他的不要管 他因为给我制定了 这么一个游戏规则 如果说你这个坑害了老百姓了 或者这个你那个企业出事了 你一把手干掉 他马上把那企业给疯掉了 我去 就GDP一票否决制 这个什么维稳一票否决制 如果出现环保一票否决制 你想想红楼梦为什么永恒 红楼梦为什么永恒 就是很多问题你会觉得 还是红楼梦那个模式 对吧